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宝小安姐 家里的拖布用一段时间就会又黑又臭 怎么洗也洗不出来 用这样的拖布拖地地怎么拖也是不干净的 那今天就分享大家一个清洁拖布的妙招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拖地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但是拖布清洁不干净 那地是越拖越脏 其实准备家里的这几样东西 泡一泡拖布 就可以将拖布轻松清洁干净哦 首先准备一个盆 在盆中加入面茧 面茧可以很好的去污 再加入食盐 食盐具有杀菌的作用 再加入洗洁精 洗洁精可以强力去污 再加点揉睡剂 可以使拖布更加柔软 倒入热水冲泡 现在就可以将拖布放里面浸泡 可以很明显看到污垢一点点分解下来 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 也可以将拖布浸泡半小时 可以更好的去污 最后把拖布捞出脏水拧掉 把脏水拧掉后放入清水 再清洗两遍 用这个方法清洁的拖布 是不是很干净呢 我们也可以将清洗完的拖布 放到阳光下暴晒 这样可以防止拖把发霉生菌 用清洗后的拖布来擦地 不仅拖得干净 而且还不流水渍 并且拖把还有一股清香 再也不会有异味了 效果非常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清洁拖布的妙招 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实用呢 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生活妙招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顺便 呗 谢谢观看